我和你谈谈教育股,昨天升得很夸张 例如私考诺升了三成,新东方在线升了一成四 内地有报道,在线教育的学科类牌照即将下发 这个板块硕得非常重要,但又有政策利好 你又怎样看教育这个板块? 其实在教育的板块里,我会觉得两者的政策都不明朗 但是我会觉得国民族的直博率来说 我觉得在线教育的直博率是高于实体的 因为政府出了这样的政策,它在实体方面坚决打压 老实说,我最近也拜会过那些大型内地教育公司的要员 其实我做的真心来说,可以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他们对于实体那边的监控真的 甚至可以拉到很紧的 甚至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些学生给了学费 OK,给了学费 那其實以往的話,你不會有一個傳說中,你叫做什麼監管帳戶這些那麼有意的物體 老實說,你這筆錢入了好未來的話,在以前,那很年來就直接用了 其實很天經地義,但是原來現在他們的做法,是所有的學費都可以入了一個監管帳戶 即使那個監管帳戶可能是好未來或者新東方的 但是其實這個所謂監管帳號,其實你不可以隨便用這個 因為他的教育保,其實真的會看著的,看著之餘,而且他會好像達數那樣 是每一筆錢都會隔一段時間,審查完好多之後才放回給你的 其實都會影響了那些實體公司,那些所謂cash count的所謂的 或者是快速現金流的情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是實體的 是所謂的教育,即以新東方好未來為首,相對是在線的教育的話 因為在線教育你看到最近好像有些放寬的所謂的新聞或者是跡象那樣 如果你都擺在一個事實眼前,就是說 新東方在線,如果以事後看這個check record,你強行說 有一個人是最低位買的,其實他現在是最低最高 是一個多月時間升了一倍的,那我們就是說 有句哲學四個術語,存在即合理的,我們叫做 如果他是可以低位反打一倍,總有些核心的理由的 在一個momentum,或者在一個現實上面,OK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在整體教育的板塊,其實 最後說一個比較哲學一點的想法就是 在博士的板塊,很明顯就是有一程的博弈, 還有是追求那個是所謂絕對的贏輸的,這個 就是說你是願意很成熟地,是冒著一個比較大的 虧損潛在的,或者潛在的,所謂實際虧損的幅度 去面對追求將來更加大的升幅,其實那個玩法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絕對的,是所謂的momentum 其實我會覺得在線教育股是會更加強勁過實體教育股